新欧美股市的表现 美股受到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影响 道琼盘中小幅下跌 尾盘是小幅上涨13点 而纳斯达克则是尾盘震荡 另外欧股礼拜一则是震荡走高 欧洲央行总裁可能买进债券的传言 助长欧股摆脱了跌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